大家好我是KBN 今天KBN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師膚的分區保養 那最近KBN有收到很多粉絲的一個私訊 那我想要聊天說 師膚到底要怎麼進行做一個分區的保養呢 那像KBN我本身是同性肌膚 那我的雙腳是比較偏乾的 所以基本上我在進行師膚保養的時候 我會先從4D開始先薄擦全臉 然後根據我不同區塊的臉部肌膚 進行不同的分區保養 接下來KBN帶大家一起來進行 我平常的師膚的分區保養 首先我會先用我們的4D 然後呢去保擦全臉 倒取適量之後呢 像這樣子輕輕的在臉上這樣做一個擦拭 力道都要很小喔 不要太大力去摩擦你的肌膚 全臉保擦完之後呢 我用我的手然後輕輕的去做一個按摩 順便讓肌膚可以吸收一下4D保濕或存分 接下來呢我會根據我的肌膚狀況 像女生的部分呢因為顴骨比較高 所以這部分比較容易接觸到光源 那就很容易有淺層般的一個形成 所以呢在雙頰部分呢 我會利用我們的美白雙精露去做一個濕膚 那使用之前呢記得先這樣子搖一搖 讓油精華跟水精華可以做一個完美的結合 然後呢一樣我們就是把化妝面的部分 沾取到全濕 每一個角落都不要放過 像這樣子根據你的肌膚的位置去做一個貼合 像這樣子 那因為近期啊因為有防護時期嘛 所以我們口罩幾乎是不離身的 因此呢肌膚也會呈現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在雙腳比較下面這個地方 以及我們抬頭紋這邊 額頭這邊呢我會利用花蜜去做一個鎮定的效果 花蜜露裡面呢有包含了我們的熊蘭花蜜效果 以及海洋緊緻因子 那花蜜效果呢大家已經是耳熟能想的了齁 它就是可以穩定我們基表的菌層 去平衡我們臉上的好菌跟壞菌 那海洋緊緻因子呢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肌膚 達到一個緊緻的效果 所以呢不一定是在這個地方才能濕敷花蜜 假如你可能會有木偶紋 或者是眼角的細紋 那你也可以把花蜜露濕在這個區塊這個位置 那像滾生物我可能抬頭紋的部分 因為遺傳的關係也比較明顯 所以呢在濕敷這一塊呢 我會再加長在額頭的地方 一樣就是像這樣子貼合在你要的肌膚上 然後都不要去移露 把這個菌露呢像這樣子倒好倒滿 讓我們的化妝顏整個是一個濕潤的狀態 那像這樣子沒問題之後呢 我會等待差不多3到5分鐘 就是讓精華的部分可以讓肌膚做一個吸收 那一定要記住不要敷到乾喔 因為這樣會引起肌膚的一個乾燥的狀態 那3到5分鐘之後呢 我就可以依序拿下來了 那像我的話會先從先膚的那邊先把它拿起來 那像這樣子 剛剛雙頰部分是美白雙肌肉 我會先拿起來 那大家還是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化妝顏上面 還是有殘留的一些精華露的部分 不要浪費 我會擦在我們身體 比如說像我們脖子 後頸的部分 是大概比較 在做美白這個包含後 比較容易去忽略的地方是我們的後頸 因為有時候可能奇摩會下到太陽 那後頸的部分呢 就會有一些斑點的形成產生 所以像這樣子一些殘留的精華液 就可以塗抹在後頸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花蜜露 花蜜露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擦在我們的脖子 那後頸拿起來之後呢 大家還是可以發現到 肌膚上面還是會有一些殘留的精華露部分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我們手部的按摩 讓我們的中指跟五明指 像這樣子去做一個簡單的按摩 一樣是由下往上去做推的動作 那這樣子按摩呢 不只可以讓肌膚感受到放鬆之外呢 也可以將我們這些精華液 把它更深層的推入到我們的肌膚裡面 那像這樣子就簡單的完成了 我們一般所謂的師傅分區保養 以上是KB經典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